老公说我全职应该帮小姑子接孩子,我花五百元后,他主动选择闭嘴。这里是红尘文读,订阅我,带你感悟世间的纷纷扰扰。小姑子想上班,让我帮忙接送孩子,老公没有商量,就主动答应了,我无法拒绝,只好花了五百元请人帮忙,老公知道后,选择了闭嘴,看着他一张一合说不出话来。 我真想抢过电话丢地上,他挂了电话后,我立刻吼道,谁答应了谁去做,我没有时间。老公有些生气地看着我说,你不是在家接孩子吗?一个还是两个?都是接,妹妹想上班,你顺路就接一下,我拒绝道,你想得太简单了。 养个孩子不在一个学校,路程相差二十分钟,我接完一个,再去接另一个,你觉得合适吗?而且,孩子们要骑电动车上下学,万一出事,我们也要负责,你轻松地说,却没有资格代替我答应,要么你答应了,你自己去做,要么你打电话给小姑子,和他说清楚,我接不了,别总是给我找麻烦。 老公听了我的话,气哼哼地摔门而去,我生气地坐在沙发上,想起小姑子本身就难相处,两个礼拜前,老公突然打电话,让我去帮忙,接小姑子家的孩子,说小姑子面试耽误了时间,自己来不及,我正在切菜准备做饭,只好放下手头的事情,骑电动车去接孩子,为了避免让他等太久。 我先接了小姑子的女儿,导致我儿子等了一会儿,等我过去的时候,我儿子已经独自站在原地等我了,我带着两个孩子回家后,炒菜做饭。 平日里,我和儿子两个人在家,中午的菜一婚一素,那天老公打电话来得太晚,也没有准备额外的菜,就让孩子们先吃,小姑子的女儿还一直夸我,做的菜好吃。 吃了两碗饭,孩子们休息之后,我才给自己煮了一碗面条,没想到晚上孩子放学后,小姑子就打电话过来了,电话里她责备道,嫂子,你知道我女儿喜欢吃鱼,中午怎么没给她做鱼啊? 你做的菜有肉丝炒豆角和烧茄子,我女儿说肉太少,她都没吃饱,导致下午上课一直饿肚子,无法集中精力听讲,现在孩子放学了,作业写不好,全是因为中午没吃饱,你做一次饭都做不好。 听了小姑子的抱怨,我觉得自己比杜鹅更冤,老公打电话时,我已经准备好了饭菜。 而且,她也没有特别交代,我给她的女儿提供了吃饭的机会,她怎么还觉得我做得不好呢? 我一想到以后,如果每天都要接小姑子的女儿来吃饭,小姑子肯定会挑剔,而且,按照老公的意思,我还不能抱怨她的挑剔。 我越想越生气,越想越觉得不能答应小姑子的请求,不管她怎么说,我都不会同意。 晚上老公又说了一遍,我还是坚持原话,你答应你自己去接送,别再来找我。 老公生气地质问我,你不上班,就在家休息,接一下孩子,有那么难吗? 我不同意地问道,你妹妹想上班,我也想上班,凭什么我要接她的孩子? 如果你觉得我应该在家接孩子,那我出去工作。 老公瞪了我一眼,说,你想上班,等儿子上了初中再说,孩子的教育比你的工作重要。 我生气地说,好吧,你说不去上班就算了,但你休想让我接小姑子的孩子,我不愿意。 我们两人沉默了一整晚。 第二天,老公加班回家已经十点,我正陪着儿子读书,儿子叫了一声爸爸,告诉他锅里有剩饭,我没有回应, 老公安了一声去洗澡,然后就去睡觉了,既没有吃饭,也没有和我说一句话,我知道他开始使用冷暴力了,每次出现问题,他就冷淡我,不和我说话,一直到我屈服为止,我太清楚了。 第二天,我只做了我和儿子的饭,老公下班回家,我们吃饭,我还是不理他,他洗完澡,自己回了卧室,依然不说话。 第三天,老公一回家就把自己关在卧室,儿子手里拿着象棋去找他,敲了好几遍门,他都不吭声,最后隔着门喊了声,让儿子别吵他,我真的有些愤怒了。 两口子吵架就吵架,最不及孩子,为了他外甥女,对自己儿子都如此冷淡,我开始反思自己,或许正是这么多年,我没有经济独立,一直靠着老公的收入,才让他有了错觉,我得靠着他,得顺着他,他越这样做,我越不想理他。 第二周,他中午给我打电话,让我顺便接一下小姑子的女儿,说是小姑子已经找好了工作,我提议送儿子去托管,我自己去上班,被他再一次否定。 我们吵了一架,但是我又不能不去接小姑子的孩子,最终孩子还是被我接回了家里,接了两天孩子之后,我说自己身体不舒服,要去医院检查,让老公中午回来,给孩子们做一下饭,或者带着两个孩子去外面吃,他不耐烦地说自己有事,我说我身体不舒服一周多,不能再等,他只好勉强答应,我回娘家,陪妈妈吃了饭,聊了天。 第二天,我去学校周围的托管班,给儿子找托管,打算先把儿子送到托管班去,然后自己去找工作,否则老公会以为我这辈子都靠他定了,动不动就给我甩脸子,事情没有商量的余地,只有服从他的命令,我给儿子找了一家在小区里的托管班,只托管中午500元一个月。 中午和下午一起,是800元一个月,转了一早上,终于确定了儿子的托管班,出门的时候,我听到老板找电话说自己想找一个人来上班,中午和下午帮忙接送孩子,顺带辅导孩子作业,我一听内心窃喜,和老板简单聊了一下,才问了工作。 没想到老板爽快答应,上班负责中午和下午接送孩子,晚上负责辅导作业,管两顿饭,一个月2500元,我听了,当时就答应下来,既能照顾儿子,又能工作挣钱,关键是我可以抽出时间,自己去找工作,因为我在托管班里工作。 儿子全托价格从800元降到500元,我当时就交了当月的托管费,第二天是周末,我告诉儿子,下周我不接他,让他去托管,老公听了不同意,过来和我争执,我闭口不谈。 周一,老公临走时,交代我中午记得去接小姑子的孩子,我当时就拒绝了,我说儿子去托管,我要去上班。 老公十分暴躁地对我说,你消停歇,记住中午去把孩子接回来,我第一天去上班,穿了工作服去接孩子前,给老公发了一张我穿工作服拿着牌子的照片,并写道,孩子以后接不接,都和我没关系。 是你主动答应的,我从来没答应,你中午别忘了接你外甥女。 那天我高兴地去上班,一直到吃午饭,也没人给我打电话,想着大概率是老公自己去接了外甥女,晚上回家,老公的脸像锅底一样黑,我当作没看见,接下来两天,他每天都接小姑子的女儿出来吃午饭,再送回去,不过接了三天,就求我,我很心地拒绝了,他只好给小姑子打电话说,你嫂子上班了,孩子你送去。 你嫂子也在拖管班,从此以后,我开始上班,开始挣工资,接连一个多月都没理老公。 他反而开始示好,说自己考虑不周,接了三天孩子才发现,自己每天奔波在路上太累,我翻了个白眼问他,我一个人一天接两个孩子,跑两个地方,难道比你接一个孩子轻松? 他善善地笑道,是我想得太简单,以后不会了,我冷哼一声说,以后所有的事情,凡是想让我做, 就主动问我的意见,没有沟通的决定,休想让我动,找到工作后,我终于明白,工作对女人的意义,不只是一份工作,更多的是一份说话的底气,虽然工资不高,但是有工作比没工作有底气。 也给大家提个醒,孩子大了,有机会出去工作,就不要在家里当那个手心向上的人,否则容易被看不起,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女性地位的提高,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重视自己的职业发展和经济独立。 结婚对于女性来说,是人生中的重要里程碑,但是结婚并不意味着要放弃自己的事业和经济独立,相反,如果有机会,女性应该毅然决然地选择出去工作,将经济把握在自己手里,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个人价值和受益。 在婚姻中,经济独立使得女性能够不依赖于丈夫或家庭,拥有更多自主决策的权利,她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职业规划和个人兴趣选择心仪的工作岗位,而不是因为经济压力而不得不妥协,这样做不仅能够满足女性对于事业发展的渴望,还能够提升她们的自信心和社会地位。 如果婚姻出现问题或者遭遇家庭经济危机,女性很容易受到委屈和伤害,拥有自己的经济来源意味着女性可以自己维持生活,不会因为经济上的困难而被动地接受不公平待遇。 同时,经济独立也能够让女性在婚姻关系中更加平等和自主,有能力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和满足。 此外,工作对女性的个人成长和自我认同也有着巨大的意义。 女性在职场中可以展现自己的实力和才华,获得专业发展和提升的机会。 工作也是女性增长见识,开拓思维的重要途径,她们可以结交各行各业的人才,学习到不同的知识和技能。 这样的成长不仅能够增强女性的综合能力,还能够提高她们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。 综上所述,结婚后女性有机会出去工作就应该出去工作,掌握自己的经济命运。 经济独立让女性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和选择权,保护她们的权益和尊严,同时也促进个人成长和自我认同。 尽管在追求事业的过程中,女性需要注意家庭和事业的平衡,但无论如何,经济把握在自己手里才是最重要的。 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女性的幸福和价值。